台北藝術中心將會為台北市居民 帶來一個全新的一個觀看戲劇的經驗的演出 全新的視覺饗宴 一個友善的一個開放空間 在士林有個漂浮在半空中的球 它是台北藝術中心 耗資54億元占地兩公頃 預計2015年年底完成 為表演藝術創造全新劇場空間 看到那個圓的球 它是我們所謂的中型劇場 那個圓球本身就是觀眾戲 每個位置看到舞台中央都是同等距離 因為它是一個圓的關係 台北藝術中心還有一條神秘走道 不買票也可以看到劇場裡的動態 這個是建築是它特別設計的 就是一個單獨的一個參觀通道 然後可以轉上去可以看到 黑盒子小型劇場的頂棚 意想世界專訪籌備主任王孟昭 帶你了解台北藝術中心 每週一至五鎖定UDN TV 意想世界 北藝術中心 北藝術中心 從不 één 從不兒之筆 作出 地位置 ces費